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国色芳华正式开拍,杨子在演古装大女主,二达里献太惊喜 伴随着2024年的正式开启,我们也是迎来了诸多新剧开拍的好消息 其中相关拍摄通告曝光后,已经正式开拍的国色芳华就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 在官微第一时间发布了开机照后,更是再度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 《国色芳华》这部确定由杨子、李宪出演的古装剧,改编自《一千众》的同名小说 是一部标准的以女主成长视角位主线的大女主剧 讲述了一名其女子由牡丹培育而起 中达记民旧事,帮扶天下的传奇励志故事 其中融合了经商、朝堂、权谋等诸多元素 是一部看点非常充足的古偶大剧 出演剧中女主的杨子,是目前《九十花》中最为耀眼的一位 不仅颜值出众,演技越发的纯熟 而且在作品中的表现,以及抗剧能力上,也是不断地带给我们以惊喜 尤其是今年暑期,一部以一对四的古装情感大剧长相思 更是让杨子稳坐流量女王的宝座,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 此番再度出演古装大女主剧,杨子的表现自然也是整部剧最大的看点 再者就是李线,五官立体,颜值出众,且有着不俗演技的李线 同样是同期小生中的佼佼者 虽然一度因为作品断荡,人气上有所下滑 但在2023年初的一部去有风的地方中的精彩表现,强势地回归到了人气巅峰 杨子与李线此前在《亲爱的、热爱的》中,就曾上演了一出霸总与萝莉的唯美爱情 现如今,两人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绝对耀眼的成绩 再度二大无疑也是更具话题度与关注度 相信在李线有着更为合适的装造下,与杨子组成的高颜值古装CP 必定是又一对非常好客的荧幕情侣,让人非常的期待 据西国色芳华除了杨子与李线外,还会有着梁杰与吴轩仪等多位高颜值小花生的助阵 梁杰与吴轩仪,都是新生代演员中非常有实力的存在,不仅都有着非常出众的颜值 而且在过往作品中的表现,也是尤为的出色 梁杰主演的《飞狐外传》双世宠飞都是古装剧中的黑马 吴轩仪也是有着《斗罗大陆》《狼军不如意》等多部优秀的古偶剧 两人出众的古装造型,以及越发出色的角色驾驭感 若真能出演国色芳华,势必也能为剧集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色彩和看点 多说一点国色芳华的主创阵容,绝对是同题材天花版级别的 导演丁子光在这几年就先后产出了《去有风的地方》 以及《以家人之名》等多部口碑佳作,指导水准非常高 而编剧《张渊昂》同样一手缔造了《诸如沉香如蟹冰渔火》等热门剧集 再加上常相思的造型陈童勋的助阵 整个国色芳华的班底堪称豪华,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剧集的制作与质量 以杨紫瑜理线目前的人气和热度,以及过往亲爱的热爱的的CP情怀 再加上国色芳华本身的制作实力和演员配置 剧集后续的前景显然也是一片大好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